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观测战 2024年初在民意的选择之下 产生了中华民国第16任的政府总统 将在未来的4年引领台湾走向新局 距离520上任还有3个多月 当选人都是怎么准备迎接新挑战的呢 现在正值农历的新年 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接受民事的专访 那么台美两地都带过的肖美琴 在过年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回忆呢 台湾又有哪些美食料理是美食外交的最佳利器呢 我们这里欢迎前驻美大使新当选的副总统肖美琴 欢迎 主持人婉玲姐还有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 好 从此以后要称您是副总统了 这个今天因为刚好是过年 是不是跟观众朋友拜个年呢 这个农年要到了 那也祝福大家好运 新年快乐 每天平安 副总统呢 这是在这个当选之后 第一次接受大众媒体的专访 可是刚好碰巧之前就确诊 那您现在恢复的情形怎么样 非常谢谢大家关心 都恢复的不能说完全好 但是已经转阴性了 那另外大部分的症状都已经改善了 那您说的什么泡疹引起了泡疹 这个也好了吗 还没完全好 有没有使用什么偏方 我没有什么偏方 我就是止痛药 很多医生在关心跟照顾 真的很谢谢 我觉得台湾的医疗真的很厉害 我知道这一次是您第二次 对 那么你可以比上一次 两次的差别 有没有差别 是比较轻微还是比较严重 其实我第一次确诊 那时候还在美国工作 那美国因为从一开始 疫情其实都很严重 那医院跟医疗的能量都比较不足 所以在美国确诊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到不能呼吸的话 他们就建议也不要去医院 也不用加重这个医院的负担 所以就是在家里不断的休息 那我第一次确诊的时候 咳了两个月 咳了两个月才好 那相对于上一次确诊 这次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有中药 也有西医可以看 那台湾的医疗资源很完善 那大家其实也都很有经验了 那可以克服 那我觉得自己也都该打了 疫苗也都打了 那也希望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尤其是最近天气比较冷 我觉得染疫可能是最近 你也大量的在卸票 到处走走 那么您跟着赖总统这样 在卸票 那民间的反应现在怎么样 我非常谢谢很多台湾人民 给我们的温暖跟关心 那这次的选举结果 有的人松一口气 但是也有的人觉得还有很多该努力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一直都没有松懈 虽然我确诊期间在家休息了几天 但是我觉得后续还有很多要思考的事情 很多要准备要做的事情 也都会继续 那我们的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他真的体力很好也很强 那他的行程可以说是满满的 那也一直维持很好的体力 我真的很佩服他 我们知道新当选新人新政 那么当然也有新的作为 民进党因为执政了八年了 所以其实有些人现在的时候都在检讨 就是说这次选举 大体上的态势还是表现很好 但是有些年轻选票有些流失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事情看法如何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在选举期间 也不断的在检讨 那也在提升我们跟青年世代的沟通能力 那当然包含年轻人关心的问题 事实上不管是选战期间的这些对话也好 辩论会也好 其实有很多的议题 包含居住正义的问题 包含薪资的问题 包含经济的议题 包含科技的议题 包含我们下一个世代 面对这个世界的各种挑战 该有什么样的教育体系来支撑等等的 其实很多议题都有一些讨论 那我觉得我们永远都有该做得更好的地方 以我个人来讲 我离开台湾好几年的时间 虽然过去也是民意代表 也是常常跑基层 算是在第一线也听到很多地方声音的回馈 那这一次回来 这个突然间马上就是进入到选战的状况 我觉得我还需要在选后花一些时间 做比较深度的社会的认识跟了解 那能够再一次的进入台湾基层声音的这个动脉当中 那我自己在未来 如果要协助我们的总统当选人 在不只是我自己过去比较专业的外交领域 当然也希望能够扩大我们社会沟通的面向 那大家一起努力 让我们这个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更紧密 美琴是台美混血 有些人还会认为您就是新著名当选副总统的第一位 那是我们国家第二位女性副总统 那大家都是讲这个副总统是被位元首 那您觉得现在的21世纪时代 您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副总统角色 第一个就是当初赖清德在邀请我来 一起搭档参选的过程当中 他有提到说希望未来能够借重我过去的历练 那这些历练除了大家最近看到的 我驻美代表的历练之外 还有早年作为民意代表 那同时也是 我是台湾少数这个选举选过很多不同形态的选区的 从都会的选区台北市到 这个我们比较 对在东部的选区 那所以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认识去看台湾 也可以让我们的观点更多元 那我相信这是未来我们的赖总统 希望能够借重我可以协助他的地方 那我跟他也有很好的默契 因为也认识很多年 过去也曾经在立法院是同事 那也在台南 我也是台南人 那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可以 可以有很好的这个 这个搭档跟合作 所以你不会是做一个不出声音的副总统 这个我是有一点两难 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有时候要专心做事 就是低调一点 这个要多做事少说话 可是二方面这个两难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加强跟社会的沟通 那所以我们应该会取得一个平衡 那赖总统当选人非常的 也很关心也很鼓励 我这个自由的发挥 那我很谢谢他对我的信任 以及他对未来合作的一些期许 我记得在当年2000年以后 阿扁总统当上总统 所以年有一度也进总统府 那那个时候阿扁总统给当时的副总统 吕秀莲也是很大的发挥空间 尤其在外交方面 因为吕副总统也很喜欢从事外交 那当时我就记得好像也成立了 府内成立的民主太平洋联盟之类的 那你未来你着重的方向 会不会也是在外交上面 要付一点心力呢 我想我们是被位元首 那在这个总统授权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就尽力的来协助了 但是因为刚刚婉玲姐提到 这个二十几年前的往事 那我过去也曾经在总统府里面上班 我觉得我最近也要做很多的 自己的调试了 因为这个我们当选有很多新的责任 但是生活的方式也会有很大的改变 那做民意代表其实过去都是在第一线 那时间的运用跟安排 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弹性 那我现在需要去调试的 就是我们不管去到哪里 都会牵扯很多的人 包含这个安全的问题 包含交通管制 包含很多行程的安排 上都会有很不一样的体验 那这一点就是还需要有一些调试 你讲得很客气 喜欢这样的状况吗 这个不能说这个是我人生所规划想要的 从来也不是我自己的一个追求的目标 但是我觉得既然承担了这个责任 我们就要面对一些新的状况 那这些状况也是需要再去谋合跟调试的 好像就是说少了一点自由 多了一些责任 对但是我觉得要承担责任 这个个人的自由就相对是比较不重要 但是因为跟这个过去的性格会必须要进入到比较大的转变 所以就是还有待谋合 我举个例子像过年期间 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出去发红包 可是这个就涉及到很复杂的 国安这个流程 交通 很多尤其过年期间 所以也都有很多的两难 一方面我们很多的支持者 很希望我们要多出去走一走 可是二方面 只要我们一出动 就很多人要忙 那这个有很多的面向 需要更周全的去考量 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美形还是心很软 因为本来这些安全牌 不是你的问题 你都会帮人想到 不过话说起来 其实在您担任美国驻美大使期间 像美国的媒体就封您为 是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使之一 在美国最具影响力 华府最具影响力的大使之一 其实您在驻美大使 担任期间就获得很好的风评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 你能不能再运用副总统的职位 能继续在对美关系上面 做一点发挥呢 当然职位不一样 那比较不是在第一线 毕竟人在华府 就是每天在交朋友 每天都在第一线 在折冲 在进洽 在争取 甚至是很多对外的演讲 那有很多不一样的场合在接触 而且接触的面向不只是在华府 我还会到各州去去侠仿 美国是50州是很大的国家 那很多州都台湾好几倍大 所以真的要像以前做民意代表 进一选去一样 去经营美国这个社会 让美国社会支持我们的力量 不只局限于华府的官方 是能够扩大到社会不同的面向 有很多在第一线需要去 亲自去努力的地方 那现在角色不一样 但是我也会尽力的在台湾 来协助我们 做我们外交人员的后盾 来继续深化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不只是美国 现在有更多的责任 那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驻台代表 也在互动在拜访 那我也希望能够 在世界上架台湾的这个精神 能够继续的努力下去 今年正值2024年也是美国的总统大选 那现在川普又好像重新起炉灶 你怎么看待现任拜登跟川普 之间的战情 其实我在美国经营 顺利之道 就是我不去评论美国的国内政治 那我们也不选边站 那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去经营这个关系 也就是说台湾不能够成为一个 两党之间的竞争的议题 那台湾是一个要团结各界的议题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 我们在做外交的过程要非常小心 不能够陷入这个 他们内部的这个政治的竞争关系当中 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 台湾的社会也是很多元 我们也是有不同的政党 尤其到越接近选举 这竞争关系越激烈 任何议题都有可能会变成一个 国内政治的竞争的议题 那我们台湾要能够 让跟美国的关系深化 甚至获得更全面的支持 我们就要非常小心 不去介入 但是每个国家的民主 都有每个国家的挑战 那美国跟我们一样 也面对包含很多的假讯息 很多的一些新的社群媒体 很多同温层之间的这个意见 彼此之间的这个对立 那不同党派之间的成见 其实我们在台湾熟悉的政治环境 其实在美国也都有 所以我们在处理对美的关系 原则就是当然也不去介入 但是我们过去也都有一个传统 就是两个党我们都经营 所以不管是谁当选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都可以继续深化 继续维持下去 而且不管是谁在野 也不会有反对 我们关系深化的声音 是大家都能够一致向前的 好 您提到台美关系的深化 那么举些例子好不好 我们可以再获得什么样的进展 商业性的部分是不是比较可能 比方说在您任念的期间 有没有可能完成美台的FTA 现在美国的政界 普遍对传统的 就是多年前我们所认定的自由贸易 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也就是说美国觉得 WTO或者是过去签了很多自由贸易协定 他们觉得过去美国几年的产业外流 资金外流 好像这些FTA 并没有带给他们所预期的这些成果 所以他们近年来不太去谈新的FTA 包含美国的贸易代表USTR 也并没有向国会寻求贸易谈判的授权 但是台湾状况很特殊 也就是说即便美国对全世界 现在都不再去谈FTA 甚至美国还退出了CPTPP 但是他们希望跟台湾贸易关系可以深化 所以也跟台湾创了一个新的模式 就是一个比较进化版的一个贸易协定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 这个贸易倡议的第一阶段的谈判也已经完成 后面还有分好几个阶段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协定是可以更完整 越完整越好 确实这些议题也都很重要 美国在经过多年对自由贸易体系的反思 反省之后 他们很在意 最近也蛮在意一些议题 这是不分两党都很重视 包含劳工权益的问题 包含环境标准的问题 包含贸易秩序 包含贸易便捷化 甚至包含现在很多数位贸易 很多夸国的数位贸易 这些议题也都有含挂在我们未来的 贸易协定的谈判里面 所以我们已经签了双边贸易协定 我们不叫做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我们把它叫做BTA就是一个双边的贸易协定 第一阶段有一些议题已经做了 这个已经完成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让它扩大 我觉得这个扩大是有必要性的 也就是说让我们台美之间的贸易往来更便利 让我们台商要拓展 在美国的市场也好 或者是台湾其实跟美国贸易很大量 我们卖给美国的东西很多都是零组件 包含晶片 这个其实美国是台湾晶片最大的市场 我们也买了很多美国的东西 包含例如说能源 能源是我们很重要的 那这些其实都是双方各取所需 是必然能够持续来深化的 所以我非常期待下一个阶段的贸易谈判 都能够顺利的进行 让我们双边专业的贸易谈判专家 能够继续做下来解决我们深化 双边贸易所需要解决的各项问题 像我们台美关系是跟美国 是民主国家先进国家 像这样的互动深化 其实也同时在好多的先进国家在进行 东亚的日韩 以及欧洲的国家 其实关系 这个都是建立在无邦交关系上 但是关系非常的深化 也互动良好 甚至于很多国家 我们去也不要签证了 但是这几年 我们的邦交国是一年比一年少 当然都是在中共的压力之下 但你觉得我们要维持多少的邦交国数量才适切 如果我们要面临到最后都没有邦交国 可不可能发生 我想第一个 刚刚婉玲姐提到说 我们跟美国贸易关系的深化 除了跟美国的贸易倡议之外 我们最近也跟英国 跟加拿大也分别签了贸易 还有投资的协议 我觉得跟无邦交国家 但是跟台湾有重要的贸易往来的国家深化关系 对于台湾经济的韧性 尤其是协助台湾的产业 能够拓展全球的市场 让我们经济更具竞争力是很重要 我们觉得任何事情都是要看实力 所以我们建构自己的经济实力 跟不可替代性是很关键的 我想这一点会继续努力 至于我们的邦交国 我必须要讲 每一个国家对我们都有非常深的意义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我们觉得 我们就可以放弃的 我们都要努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面对一个 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就是中国持续的用威胁 利诱 打压等等各种的手段 在夺取我们的邦交国 我们的外交团队也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努力 我也非常的不舍 看到大家这么的努力 但是我们面对一个非常残酷的环境 我想我们每一个邦交国 对我们都有它继续维持关系的重要性 我们也会全力以赴 我其实对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我们就是努力让这个问题不会发生 好的 我们再把焦点回到国内好了 其实民进党这一次打破了 其实八年的魔咒 成功的迈向至少十二年的连续执政 但是在立法院部分 其实现在形成了三党都不过半 可能是金银响会背极先兴 有没有心理准备呢 确实这是一个新的国会生态 我们政治情势会远比过去这四年八年还要更复杂 我想我们的总统当选人也提到 需要去寻求这个夸党派合作的机会跟空间 我们在立法院的党团也都非常有经验 他们过去各种不同的样态也都经历过 尤其是柯总召已经十届了 我们在立法院各种朝小也大朝大也小 各式各样的状态 他也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我相信我们党团可以在一个更复杂的情境之下 去寻求让台湾社会可以有更大的进步的空间 当然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还是要花更大的心力 来争取台湾社会对于各项政策的支持 不管是哪一个党所采取的政治立场 最后也都是要看民意 所以我们跟人民沟通 来跟人民对话其实也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立委其实过年期间 他们去菜市场发春联发红包 在过程当中也都是在跟很多他们的选民 在互动在对话在听他们的意见 我自己也是每天都有大量的各种的讯息一直进来 我们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整理跟消化 但是我相信未来的政治环境跟情势确实是更复杂 我们也需要做更周全的准备 其实民进党在扁政府时期 历经的这个嘲笑野大的问题比现在这个更严重 那时候其实还没这么多 但是就是说现在三党不过半 政策推动可能稍微困难一点 可是现在立法委员又集体的要求 要总统未来的赖总统要到立法院去背询 而且他们采取的是 就国情咨文之外希望能够一问一答 你觉得现在总统如果要被端上去 要面临这样的情境 您会有什么想法 我们的总统当选人就是依照我们宪政的体制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宪政体制并不是一个 一个这个执询背询的状况 其实我们有行政院各部会首长 但是我们的总统当选人也是很重视民意 也很重视宪法所赋予 不管是民意机关也好 或者是总统的权责 那他也会做非常好的一个处理跟回应 好的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观众朋友 您刚才欣赏到的是 萧美琴副总统在刚好25年前 也就是当时播出的时间点也是在农历年节 您那时候上台表演好清秀的女孩子 可是看到这个当时的主持人也是我 25年后我依然坚守新闻岗位 可是我们萧副总统是步步高升 从当时的党部的主任 后来历练总统府历练立法院 海外大使 这个变化 你今天还愿意帮我们现场清唱 我现在已经喉咙受损了 不过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厉害 多年前的档案全部都还留着 我觉得婉玲姐完全没有变 因为我都在同一个位置上 好 如果现在都不太唱歌的话 你平常做些什么娱乐呢 现在好像没什么娱乐就逗猫这样 逗猫 现在要出门都很不方便 但是我在驻美期间 其实还蛮喜欢到户外去 就是爬山 大自然 但是我这么多年来担任民意代表 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 很多的假期 什么放连什么中秋 这些假期反而是民意代表 更忙的时间 要奉献出来 这个跑偷要跑更多的时间 所以难讲有什么特别的娱乐 但是我觉得随着 刚刚是二十几年前的画面 随着年纪的成熟 我现在也觉得运动是件 越来越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有空档 觉得还是应该要多养生 然后应该要多运动 是最理想的状态 您刚才提到的猫 您的四只猫是非常有名的 是不是要跟着您搬进副总统官邸 这当然 他们 我在哪里 他们就必须要跟到哪里 我们查一下这四只 是Fluffy Tiger 还有阿华 Happy 你对他们的爱都一样吗 对啊 但他们每个人就都有不一样的个性 应该不是每个人 每只猫都有不一样的个性 黑猫好像比较怕生 对 非常的怕生 我一开始给它取名叫Happy 但是 现在都叫它Princess公主 因为它有很严重的公主病 就很自以为是 比较不跟别人相处 哪一只猫对您最好 最撒娇 其实那个Fluffy还蛮撒娇的 阿华是最自在的猫 其实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过往 因为他们都是 在比较辛苦的环境里面 包含曾经是街猫 在外面任养的 除了阿华是 在中途之家就出生 然后就直接任养的 但是每一只都有不太一样的个性 那也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 跟他们互动 美琴今年过年有打算 怎么过吗 我过年有安排几个 要去发这个议员 总统副总统 虽然我的名字没有在上面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很期待 能够看到蔡英文总统 跟赖青的副总统的议员附带 那有规划到 我成长的故乡台南 另外跟彰化两个地方 去发红包 那这个 除此之外 其实就回到我一开始 跟婉宁姐分享了 就是我还在 这个需要去适应 去哪里都 都要做很多的规划 那交通啦 跟各方面 其实都 都会比较复杂 所以 也尽量减少对大家的负担 那过年期间就单纯一点 我知道您在台湾住过 这个国中毕业以前 那么这个到了美国也住了很 对 好一段时间 您能比较一下台湾的过年 跟美国的过年 台湾过年当然就很热闹啊 那大家都很有喜气啊 有一些传统啊 这很多 因为台湾亲戚也很多 所以小时候的过年一定都是 这个亲戚彼此之间拜年啊 尤其是小时候 你也知道小孩子最爱拿红包 那长辈都会这个发红包 这是很多小朋友 都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您收到红包以后 父母有没有拿回去啊 没有耶 我们就有很多的零用钱 可以决定怎么去用啊 但是在美国 就少了这个 特别过年的感受 那尤其是我们的外交人员的假日 假期都是跟着住在国 在跑 所以美国人放的假 像圣诞节我们就跟着放 但是我们台湾的假日 我们的外交人员没有放 所以真的是 这几年没有特别感受到 强烈过年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 在全世界各地的台湾人 应该都会寻求一些 比较温暖的方式 例如说 这个有一些可以吃的美食 像台湾过年一定会吃到的东西 年糕啊什么的 还是买得到 有有在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 现在很多的超市啊什么 其实都是可以找到 台湾过年年节的一些美食啊 一些料理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可以找到一个 跟台湾很深的连结感 我相信透过我们今天的专访 这个放送出去 海外很多的台湾人 一定会想念美情 但是说在美国的时候 跟大家一起这个过农历年 话说起来 现在正值过年 大家都会想出 你也提到的说 民意代表 就是说要到处走 那你觉得在台湾有哪些地方 可以适合走走呢 这个你问我有点问错人了 真的啊 因为我多年来没有太多 可以在台湾各地 这个村旅游的机会 那从美国回来这几个月 几乎都是因为工作在到处跑 但是我在花莲服务过 所以我可以说对花莲的 这个美丽的景点 也都有很好的回忆 那不管是重谷的田园景色 或者是海岸线 其实都有不同的风味 那除了景点之外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农业 台湾的农产品都很好 那我觉得可以将美食跟旅游 做结合 其实都是非常理想的 那我觉得很多国人 在经过疫情的过程当中 我记得有一两年的时间 大家出国都很不方便 因为回来都要隔离 我相信很多台湾人 都趁这个机会 重新认识台湾 也重新体验国旅 那这应该对国旅来讲 是很好的机会 一方面也提升 这个服务的品质 然后一方面也让更多台湾人 认识我们自己 所居住的周边的美景跟环境 那过年期间 唯一的缺点 就是去哪里人都很多 那会塞车 我知道这是大家过年期间 都必定会感受到的 但是那也成为一种传统 就去到哪里都很热闹 好的 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看看美琴在施展外交的时候 都拿些什么样的秘诀 欢迎再回到新闻观测站 我们在年节期间独家专访 我们的准副总统 萧美琴女士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我们知道过年期间 大家都是要吃吃喝喝 这个好吃的东西 吃得 不过我知道您在美国 驻美期间 这个美食外交是您享富盛名 从国外洪回了国内 国内很关心你在海外 您常常用一些台式的料理 款验其他各国 大家的心扉一打开 这个美食外交 似乎也蛮奏效的 那我们是根据您脸书 曾经提到的一些食品 所以我们今天都搬上了台面上 各位观众朋友 可以现在看到 这里有这个都是台湾小吃 那这几面有饭 肉圆 面线 木瓜丝 牛杂汤 鸡 臭豆腐 我不知道您在国外 怎么样准备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们制作单位很厉害 这个都可以找到 每一道都是我爱吃的东西 那其实每一位来过台湾的 外国朋友 对台湾的美食都是津津乐道 那回去会不断的额乐 所以当然我们双向远 有双向远的主厨 我们不断的要求跟期待 就是能够把台湾的特色的料理 能够继续的来分享 给这些国际的友人 那同时也会有时候 采买一些台湾的东西 例如说台湾啤酒 或者是台湾 有时候被打压的一些产品 例如说我们的凤梨 我们的一些农产品 那果干也是很多美国各界朋友 所喜爱的 尤其是一些年节送礼 也可以跟他们分享 都是非常实际 也非常深受大家喜爱的好东西 那其实这里面的料理 大部分都是台式的 对 可是这里面有两个甜甜圈 跟提拉米素 两个甜点 就比较不是台式的 但是这个甜甜圈 我要特别讲一下 我那时候在美国 要完成一些比较特殊的任务 或是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 这个我就会去买一个甜甜圈 来持 觉得这个表示它很圆满 事情很圆满的把它达成了 把它做好 尤其是很困难的任务 但是大部分都是要完成之后 圆满之后 就买甜甜圈来庆祝一下 那我甚至是大老远 从别的州要搭飞机回来 转机在机场 这个看到也是拎了一箱甜甜圈 回来跟办公室来分享 那所以这个每一种食物 其实台湾像过年期间 很多人会说 这个凤梨很旺啊 那台湾人喜爱的凤梨酥啊 其实也都有一些带来好运 那带来工作顺畅 让生意兴隆的这些意义所在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精神 可以在美国 也可以跟美国各界朋友来分享 我们看到这些台湾式的料理 这在国外好不好做呢 您在这个款业外宾的时候 哪些菜可能端得上 比方我们看到这个臭豆腐 有办法在美国制作吗 臭豆腐我们倒是在双向园 还没有请客 还没有用到过 但是我们那个牛肉面有请过 那牛肉面除了双向园之外 我们的这个国防部派驻的军事代表团 他们也有这个做牛肉面很厉害的主厨 真的是很厉害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跟我们的美国朋友分享 牛肉面这个是大家所喜爱的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卤肉饭 我们也曾经来跟朋友们分享 那可能大家在新闻媒体也有看到一些像 台湾的那个夜市牛排 那等等的这个我们也会 曾经常试过 对对也来跟美国的朋友分享 这个肉丸在国外大概没有 对啊 这个就很难得可以在美国吃到 这很好奇台湾人喜欢吃牛肉面也喜欢吃这个牛杂牛筋啊 这个美国人只是一般的肉牛肉面 他们吃不吃牛杂呢 不太耶 也许法国人会比较有创意这样 可是这个美国人不太吃牛杂啦内脏啊 这个很多台湾人都熟悉的料理 这个面线你们尝试过吗 在海外 没有耶 所以我在美国都很想念这些料理 要在美国吃不到 真的在美国吃不到的东西 当然除了牛肉面还有肉肉饭 是在美国可以吃得到 卤肉饭可以制作 我知道这美型的贴切 曾经透过一些社群工具的传回来看到 好像您还会亲手制作这个提拉米苏啊 然后这个制作提拉米苏 你款验了这个在美国的同事 很多人好像都尝试过您的手艺啊 提拉米苏相对单纯 这个我在台湾以前也有做过 那跟团队分享 那这个说来有点话长 就是我2008年在立法院没有办法连任 那有一些时间可以这个自由自在的到世界各地 那其中一站就是我受邀去意大利参加一个会 我就顺便去跟一个意大利妈妈 学她的这个做提拉米苏的经验 那回来就跟好朋友们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提拉米苏有什么秘诀 就是说应该怎么做 因为在每个地方看到的有时候不太一样 除了表层有巧克力粉以外 其他的好像有些内馅也会出现变化 对也会不太一样 我觉得关键是在它有一个原料是一种cheese 叫mascarpone cheese 对这个就是应该台湾也都买得到 这是一个意大利人常用的原料 不过很多年没有做了 大概手续已经差不多忘记了 这个大家就是爱讲吃的事情 对不过我刚好趁婉玲玲姐这个节目 很多支持者都有一个错误的假设 都觉得我们永远吃不饱 不断的拿食物来喂食我们这样子 那其实就因为大家有这个假设 所以我们常发生这个食物过量的问题 很多热情的支持者会要送这个给我们吃 送那个给我们吃都很怕我们饿到 瘦到 那你怎么处理 我要提醒大家我会有这个问题 那有时候好东西自己吃几口 然后就跟周边的大家在一起分享 或者打包回去 对 好 我们知道其实是农历年 就是二月份 一直到520呢 刚好差不多是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副总统当选人到距离就任了 这三个月时间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那不知道就是说您现在再来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我想第一阶段就是要完成谢票的工作 那到其实最近也才刚走了一轮 那我很遗憾中间有几天 因为身体的状况没有参加到 所以我可能还要再继续来谢谢一些支持者 那下一个阶段就是一些涉及到交接的工作 那以及对于未来的一些准备工作 那其实都是不间断的 那我想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谢谢很多支持我们的好朋友们 也给了许多的建言 就是对于未来该怎么改进 该怎么进步 该怎么让台湾更好 那有各种不同的建议 那我们也会做很好的处理 那我想总统当选人真的可以说是马不停蹄 他过年行程也都排得满满满的 那我们在过年后的这个时间 也会善用我们520前的几个月的时间 也不会有这个太多的空档 就继续努力 我记得在这个选前 这个选战最尖锋的阶段 赖副总统曾经跟这个小美琴总统讲过说 报告总统 我的副总统打败了你的副总统 我的副总统比你的副总统强 其实就是在夸奖 您是他的副总统 没有 然后后来蔡总统回了他一句 就是说你这是在开玩笑 我们时间的后段 是不是我们也请小副总统告诉我们 作为一位副总统 您这样就任了 您希望做成什么样的一位副总统 有什么样子的自我期许吗 我当然期待自己还是要 做一个能够对台湾有贡献的 希望是对台湾的正面能量 同时也是如同我们选战期间 所承诺大家的 是能够继续协助台湾跟世界接轨 让台湾能够壮大实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 希望自己能够有所贡献 当然台湾最重要的力量 也未必是在政府 其实是在民间 我们怎么做一个妥善的公仆 来服务人民 让台湾更好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 在我眼前看到的是一位 落落大方 端正气质又好 才学一流的 愿意承担国家重责大任的 女性 杰出女性 也就是我们的未来的副总统 过年期间我们知道 其实家人团聚的时候 常常都会大人都会问问 你要发展什么 你要做些什么 我相信也很多人会 跟您催促您的终身大事 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任何人 在催促这个问题了 所以你也完全都不想了 我觉得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是 我的工作要做些什么 我要为台湾人民做些什么 应该是大家 我每天一天到晚都会面临到的问题 心境如水 心情底定 即将为国家奉献的小美琴 时间最后 是不是祝福一下我们观众朋友好吗 还是要再一次的 再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 大家要健康平安 祝福台湾新年快乐 台湾更好 台湾加油 是的 在这里也跟观众朋友拜年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咯 我们再会咯